那許醫師你怎麼看這個學生 當時的處境 還有看這些被處罰的老師 還有他的家庭 這個實在是很複雜 這好像我看門診一樣 每次遇到家長在家說 你好好跟他講一下 可以讓他去學校 我說爸爸媽媽不用那麼累 我也開診斷書就好 讓他可以不用去學校 在家裡面你也輕鬆 老師也輕鬆 他也輕鬆 我也輕鬆這樣好不好 那家長就會笑 為什麼 因為其實所有的學生的狀況 都指向一個問題 就是像剛才黃老師跟專長說講 他需要被同理 他需要被關注 他目前到底遇到什麼困難跟困擾 所以沒有人製作什麼 我小時候乖 都很貼心 想做黏我黏的鑰匙 現在恨我恨的鑰匙 把我推到外面去 這中間一定有個過程的轉變 只是我們的家長都忽略到 小孩都會長大 小孩會長大 就是會有變化 不是只有青春期的生理變化 青春期也有心理變化 他又開始要爭取自我的說 我自己要說 你真的楊玉菲 我自己是不一樣的 我跟以前都不同了 我現在要獨立走自己的時候 爸媽專門過來 所以每次爸媽來看 我就說你到底有沒有多久聽他講話 因為爸媽都只會說話而已 那就以這個高中高二學生 青春這個學生 是 他的父母當時如果做了什麼事情 對他是有幫助的 其實父母親就是跟我一樣 只要做一件事情 好好聽 請聽 對啊 就請聽最重要啊 你不要再說話了啦 不要再指責了 或者給他說教了 所以我看黃老師講的 那六八爐會覺得說你一口不吃 小孩我就又聽了你說 那要忍住啊 現在小孩不能先招 你可以招在心裡 心裡我會只可以 我覺得真的是請聽 對 很多人根本完全不想請聽 沒有那個耐性 然後陷入為主就認為你這個混蛋 離我越遠越好 沒有 爸媽說真的 我們也知道他很辛苦 也很累 要忙於他們的事情 但現在孩子真的有困難 他沒有辦法像我們有這麼多的資源 可以做處理 這麼多的能力可以有這個能力 那學校的師長應該就比較專業了 但是我跟你講 學校有一個困難 學校所有的教育都一樣 叫做公平 但是他忽略了 就像我們看病人一樣 你怎麼會奇怪 我整個家人都吃得可以 你怎麼吃得到腹腸這麼大 一樣道理 我教都可以 為什麼你教就教不來 所以就要求要公平 你不能有獨特性 他忽略了人 每個都就有獨特性 所以他出現 這個獨特的困擾的時候 你要給他獨特的傾聽 跟獨特的陪伴 那雲斐你為什麼點頭如搗蒜 因為我講了 就是我聽了其實很有感覺 也是我以前小時候發生的 我以前其實成績很好 然後我爸媽對我要求很高 我爸爸是 去高小學的時候嗎 我小學的時候 因為我是國中的時候 開始叛逆 然後我家人對我的期望都很高 我爸爸是法醫 然後有開餐廳 就是事業都很好 但是我從小就很缺乏愛 我爸爸他從來都不知道 我可能幾年級 然後我的生日從小 他怎麼會不知道你幾年級 他太忙了 他工作太忙 他從一到六都在工作 然後禮拜天又要開會 他有他很多的事業 但是那時候我還 她又做法醫去驗屍 又回去開餐廳 然後我們家還是診所 所以他超忙 那我還是小孩子 我那時候不像現在能理解說 爸爸很忙 我要的是一個爸爸 我想要被關注 我想要被愛 那為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 你們就告訴我 我說我命很好 給我一棟大房子住 然後我可能有很多的離庸錢 但那是我要的嗎 我想要說話從來沒有聽 我又是獨生女 超慘 然後我在學校 因為我媽就是比較貴婦 然後我從小 我媽就幫我打扮得很漂亮 跟其他小朋友都不一樣 我小學就穿那種皮草去學校 會不會被大家討厭 我被霸凌 然後被丟飲料 然後書包被撿亂 然後就是各種 我覺得以那個年紀來算 很誇張 小學 那我回到家 我也不會跟我媽媽 妳穿皮草 我們穿的是草耶 妳穿的是草 沒有 我媽 但是重點是大人覺得 大人覺得那個是對妳好 媽媽覺得說我真的是 漂亮嘛 我愛妳嘛 那我幫妳這樣打扮嘛 那我在學校被欺負了 我也不敢跟我媽媽講 因為我媽 她也是對我寄予厚望 她就覺得說 妳有什麼好講 妳就是小孩子嘛 所以我覺得 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大家都說小朋友要聽話 什麼叫做聽話 服從就是聽話嗎 那你要小朋友服從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要讓他服嘛 就是前面這個字 那溝通是不是很重要 我覺得現在台灣的父母親 很多就是講話 都會用否定式 要否定式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個是很不好 我想說 我可能今天想要去學畫畫 他就會說 妳學畫畫幹嘛 沒出席 然後我想要做什麼 妳現在要幹嘛不行 我覺得這是很多台灣家庭 會發生的一個問題 是是是 好